上一期咱们介绍了海伦费舍尔的糖葫芦理论 就是因为人类幼崽实在是太麻烦 单靠女人一个人养不活 需要男人帮忙 所以就产生了一夫一妻制 那么等孩子长大后 男女双方喜心厌旧的本能暴露 于是分手 领寻新欢 这个周期是多长呢 费舍尔说三到四年 那说到通奸 肯定有女的就说 你们男人都是打住蹄子 你们男人才喜心厌旧 我们女的冰清玉洁的 天性就是从一而终 这个话就不能这么说 当年在央视直播足球的韩乔生老师 就惊叹说 哇 意大利足球甲级连赛好神奇 它的总进球数和总失球数 每年都一样多 你说瞧不瞧呢 通奸也是由一男一女完成的 男人通奸的总次数 也是横等于女人通奸的总次数 费舍尔虽然是个女的 她也不同意 男人比女人更热衷于通奸 她在书中提到了大量的数据 比如说 针对美国已婚者的调查显示 有70%的人承认 曾经有过不忠行为 而针对单身的美国人的调查显示 有60%的男性和54%的女性 承认自己做过第三者 也就是和已婚者搞过地下情拜 那美国还是个新教占优的国家 在天主教国家 相信这个数字会更高 那有没有可能 不管新教天主教 通奸都是主要发生在基督教国家呢 不信基督教的国家 通奸率就没有那么高呢 并非如此 最近的全球调查统计结果显示 人妻出轨的比例 全球第一的竟然是日本 这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各国一统计出轨 女性比例总是明显低于男性 那么既然男性通奸总人次 和女性通奸的总人次一样 为什么女的百分比就低一大块呢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 女性的人口基数大 之前咱们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以美国为例 成年人当中 男女比例是49比51 第二个原因呢 是调查不中的时候 会包括花钱买村 这块 那男性明显就要多一大块 第三呢 就是有的姑娘被已婚渣男骗了 接受调查的时候 还以为对方是个单身呢 就说我没出轨 我谈恋爱呢 第四个原因呢 是女的脸皮薄嘛 偷吃了之后不肯承认 就是总共就有这么四条原因吧 就是一道调查的时候 女的承认通奸的这个比例 就明显比男的要少一大块 那有的女的可能就要说了 好吧好吧 我承认男女童间总人次一样多 但那是因为我们女的脸皮薄 心肠软啊 架不住你们这帮大猪蹄子 一天到晚跟苍蝇似的啊 嗡嗡嗡嗡嗡嗡 活成生把我们好鸡蛋 盯出风来了 那男的主动进攻 女的被动防守 这个说法靠谱吗 费舍尔也不同意 他在书里引用了一个研究 就是有人在酒吧里偷偷拍摄 陌生男女搭讪勾引的过程 镜头显示 与人们普遍认为的恰恰相反 暧昧的气氛 往往是女方主动营造出来的 你像比如说 咱们出去透透气吧 去我家喝一杯吧 这些关键的节点 确实都是男人突破的 但是在男人做这些事情 和开口之前 女方给了大量的暗示和鼓励 除了女的像蜘蛛结网一样 比较狡猾和耐心之外 造成男人主动 女人被动这个普遍错觉的原因 还在于男女发起勾引的策略有所不同 就像打猎啊 男的拿的是小口径互相 锁定目标了才会子弹上膛 瞄准开火 而女的拿的是线弹枪 还没出门呢 就光了一枪来个天女散花 宣布啊 老娘出门了 就好比有个少妇啊 特别特别爱自己的丈夫 心无旁骛 她用不用线弹枪呢 照样用啊 一大早出门上班 一看哎哟寒流来了 赶紧学会一下 秋裤脱了 换上短裙丝袜 高跟鞋 这个就是女人的线弹枪模式 有句话啊 叫女为越起者容 这句话实在是男人对女人最大的误解 女人啊 从来都是为想象中的追求者而打板 那这个寒流当中 穿着高跟鞋 丝袜踩了一天高跟鞋的少妇 晚上回到丈夫身边后呢 秋裤换上了 脸上贴着黄瓜片 往沙发上一躺 老公踩一天的高跟鞋 疼死了 快给我揉揉 那么问题来了啊 既然你费舍而说 女性费尽心思啊 把自己假装成 随时可以怀孕的样子 目的就是在抚养婴儿的时候 能够得到男人的帮助 那为什么 女人的天性中 又保留了随时向不特定男性人群 发送性信号 这么个现弹枪模式呢 费舍尔给出了四条理由 首先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多几个男人一起照顾自己 照顾自己的娃 纵人食材火焰高 这是第一个理由 巴拉圭有一个印第安部落 它有婚姻制度 也就是说女的都是有老公 但是问这个妈妈 孩子的父亲是谁 平均下来 妈妈们能为每个孩子 报出四个男人的名字 而这四个可能的父亲 对这个可能是自己的孩子 明显就要比对其他的孩子 要好一大截 打到个大猎物 都会送一块大一点的肉 这个著名人类学家唐西蒙斯 就说原始部落的女性 用性换取的并不是免于杀鹰 而是食物和照顾 所以她的这个学说 就有个不太好听的名字 叫娼妓理论 不过虽然不好听 但是娼妓理论是有道理的 假如我和隔壁王太太有异腿 如果隔壁王太太偷偷告诉我 说这玩意可能是你的 那我对这个孩子 对隔壁王太太 肯定会更好 对不对 这个原始人也好 现代人也好 那都是人同此心 不过 长进理论 这个有道理是有道理 名字实在是太难听 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就说过 女人同一个男人钻小树林 或许是迫于男人的蛮力 或许是受了相子 离子和杨梅的诱惑 所以我觉得这个理论 不妨改个名 叫杨梅理论比较好 那关于这个杨梅理论 也引用了美国人类学家 马乔里·肖斯塔克 写的一本叫尼萨的书 里边的内容 这本书也非常有名 也很好看 有兴趣 不妨看一看 讲的是非洲南部 卡拉哈里沙漠里面 一个叫昆族的采集部落的故事 肖斯塔克在这个部落里面 生活了几年 和一个叫尼萨的妇女 成了朋友 肖斯塔克有一次就问尼萨 说你结过五次婚 说明你们昆族人 结婚离婚很方便 那你干嘛还要有那么多情人呢 尼萨的回答是说 一个女人要做的事太多了 我没跟着 那就得有人给他面包 有人给他送肉 他回到村子的时候 他就被照顾的很好 这说的是女性出轨的 第一个理由 第一个原因 就是从更多的男人那里 得到更多的经济资助和照顾 也就是唐西蒙斯总结的 扬眉理论 女人出轨的第二个原因 费舍尔说的是为了买保险 相当于汽车上 要准备个备胎 那轮胎扎破了 你现去找一个新轮胎 哪来得及 那丈夫咽气了 现去找 那等你找到了 娃也饿死了嘛 第三个原因是改良基因 还是以巴拉圭 那个印第安部落为例 这个部落的男人 有两种生存方式 聪明的 身手敏捷的 就去打猎 笨的就是采果子 那打猎 集一顿保一顿的 没个准称 这样的男人不能嫁 但是他基因很优秀 所以道理上是说 嫁个笨的 天天采果子 这个能吃饱的 这个嫁给他 再偷偷和最优秀的猎人通奸 这个就是最好的策略 所以说 再问到 你家娃可能的爹是谁 全部落有三分之一的女人 提到了同一个男人 而这个男人 正是部落里最优秀的猎手 女人喜欢出轨的第四个理由 菲舍尔说 是获得基因的多样性 以分散风险 也就是不把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这么着 遇着个细菌感染 遇着个病毒感染 自己的孩子 在一场瘟疫当中 全部死掉的可能 就降低了 好 说到这 我们就可以比较完整的 总结一下 菲舍尔的观点 也就是回答一下 他这本书 书名里提的两个问题 我们为何结婚 又为何不忠 结婚是因为女性 无法独自负担养孩子的纵任 需要让至少一个男人确信 这是你的纵 从而在孩子的婴幼儿时期 和他建立起 稳定和可靠的合作关系 那么男女双方 又为什么如此热忠于不忠呢 热忠于出轨呢 那男人不用说嘛 因为女人怀孕不如 一个周期下了两三年 如果只守着一个女人 她的生殖潜能 就被严重浪费了 咱们就以男女生育数的 吉尼斯世界记录来看 男性记录 她一共生了867个孩子 那女性生育记录呢 是由一个俄罗斯妇女保持的 她生了一大堆双胞胎 三胞胎 还有几个四胞胎 即使是这样 她也只生了69个孩子 所以啊 男人为了让自己的基因 最大限度的得到传播 必然是划心的 可是女人又为什么划心呢 费舍尔给说的四个理由是 养眉理论 备胎理论 奔孩子养家聪明 成人改良基因理论 和不把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理论 我把费舍尔的这个理论 起个名叫糖葫芦理论 就是说 在每一个繁殖季 也就是在孩子三岁之前 男女都是倾向于钻偶的 但是在这个钻偶的过程中 男女双方都不老实 那糖葫芦外边的那种糖浆 处于半融化状态 年年糊糊的 低下一连串的风流运势 那么费舍尔的这个 糖葫芦理论 靠不靠谱呢 我觉得它不可不信 也不可全信 那美国著名人类学家 罗宾贝克就说过一句 很有道理的话 他说判断人的行为 是源自天性本能 还是源自后天的文化建构 是非常困难的 费舍尔的这个理论 可以很好的解释 为什么会有爱情 也就是说 男女一单爱上 会自动的产生钻偶的倾向 这个爱情的保鲜期是多长呢 他说平均下来18个月 美国也有人统计 男人和同一个女人 发生关系15次以上 情欲就开始 逐渐逐渐低渐了 但是两个人的感情 确实在不断的加深 说明男女之爱 有别的成分 并不全是情欲啊 从干财烈火的情欲 到夕阳夕下的余晖 一段令人感到 很满意的男女关系 保持期多长呢 统计下来 也就是18到24个月 一年半到两年吧 那为什么离婚 是三到四年才高发呢 吵架吵到商机 吵到翻脸 或者仅仅是厌倦啊 绝望啊 这也得需要个过程嘛 不过啊 人类的性行为 完全用生物本能来解释 也说不通 比如啊 金赛性学报告 反映的就是 上世纪40年代 美国人的情况 调查显示 那个时候 女性红性出行的 高峰年龄段是35岁 而今天呢 已婚女性出轨的 年龄高峰段 就推迟到了45岁 45岁已经不能生育了 孩子也大了 到了这时候 怎么热忠于出轨了呢 这个用费舍尔的 那四个理由 就很难解释了 另外金赛还说啊 蓝领男的 都是年轻的时候 各种出去花 到了40岁 基本就老实了 而白领男人呢 确定相反 年轻的时候 都老老实实的 熬到50岁 老不正经起来了 平均每周 都要出去烧一次 这种阶层之间的差异 也很难用 生物本能来解释 那费舍尔的这本 我们为何结婚 又为何不忠 可以和前面 伊丽莎白阿伯特的 那本婚姻史 放在一起读 一个呢 是从生物本能的角度 另一个呢 是从历史和文化建构的角度 两个角度 放在一起思考 就有助于我们 更加全面的了解 我们的婚姻制度 和我们的性生活 爱情这个东西啊 给我们带来了 如此强烈的幸福和快乐 也带来了 如此多的心碎和悲伤 看这两本书 我觉得并不能让你 从爱情中收获更多 但是当你心碎的时候 当你悲伤的时候 了解一下婚姻和爱情 背后的基礼啊 历史啊 生物本能啊 我觉得这会是一个 不错的安慰